大熊万万没想到 纸糊的房子也能吃人 怕胡小夫无一幸免 连骨头都不带吐的 说好的见过以后不许成精呢 想给房子装锁 就是为了能关上门躺尸一整天 大熊这点小心思老妈早就看穿了 但大熊是真想要 一间睡觉和学习时 不会被任何人打扰的房子 沮丧地回到房间脚下一滑 直接面部着地 烫得血压嗖的一下上头了 可当他看清楚地上是什么东西时 血压一下子就下来了 不管怎么看 这都是可拼装的房子 知大熊这飞蓝胖子莫属 即使他不说 那份心意也令大熊留下了 24K太合金眼泪 大熊扛起房屋就像有个自己的家 气得老妈想一口拖面喷死他 大熊是开心的不得了 可却狭路欲虎夫 生怕胖虎说出经典台词 你的就是我的 所以大熊扛起道具就跑路 大熊扛着房子来到空地 上一秒还在担心自己是否心灵手巧 下一秒房子直接组装完毕 大熊立马幻想在房子里 晒日光的幸福场景了 如今自己也是有房的男人了 就差个女主人了 看着大熊奔向爱情 躲在墙后的胖虎和小夫 气不打一处来 果然是兄弟如衣服 女人如手足 胖虎二话不说就打开了房门 但根本看不见屋内有什么 之前胖虎进去后 惊叫一声 门自动关上了 小夫对着门就是一通大锤八十 可啥反应都没有 没过一会儿门又开了 小夫也走了进去 只听一声惨叫过后 门再次关闭 回到家的蓝胖子 一看到房间里空空如也 就知道是大熊干的 急得他迈着小短腿 就冲出去找人 大熊此时刚跟静香说完 自己也是有房的人了 可静香却把话题扯到一部电影上 那是一个关于会吃人的房子的传说 大熊听得隐藏发黑 趁机扯着静香的裙子 喊怕怕 此时的房子已经显露诡异 先是将准备离开的送奶宫 吸了进去 接下来又吸进了送包纸的大叔 最后甚至一口气 吸进了四个打棒球的孩子 完成了八杀超神 大熊被静香 那入戏的样子 吓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该不会我也搞了个吃人的房子吧 却在路口 把蓝胖子撞得四脚朝天 房子的秘密即将揭晓 蓝胖子费了老大劲 才把房子撕开 原来这是个抓小偷的房子 那么问题来了 蓝胖子一开始 拿出这个道具 到底是为了抓谁呢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都说饿到谁 也不能饿了孩子 可当转到盆满钵满 和甜甜烤零分的熊孩子 摆在面前 老妈会如何选择呢 大熊成了义工 帮外国人拍照 外国小哥突然想要窜息 大熊却只能来了剧 我不懂英语 还好旁边有标志 小哥才没射死当场 小夫还不忘在旁拉仇恨 这年头没文化 他要意思出来当义工 可英语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但大熊好奇的是 外国小哥就能看懂日本的标志 原来这些标志叫做相形图 即使是外国人也能一眼看懂 而这种标志 是从1964年的冬季奥运会 开始使用的 这么有知识的话题 让大熊只想逃避 可电视被爸妈霸占了 动画片什么的 想都不要想了 可大熊在家的地位这么低 蓝胖子拿出了相形图贴纸 把电视标志贴到门上 让大熊进去 窗户竟然变成了电视 原来场所会随着贴纸变化 至于遥控器嘛 竟然是桌上的一本书 大熊乱用道具的高光时刻来了 贴上温泉标志 房间就会变成浴室 看着温泉作变 就问你敢泡不敢泡 蓝胖子用小元手测水温刚刚好 可大熊却很心要把机会让给媳妇 可刚出门就饿了 贴上刀叉贴 家就成了饭店 这一座饭菜的人呢 还有问吗 当然是老妈和老爸了 大熊拿着菜单 就想要全来一份 可蓝胖子全身一抖 这里貌似不能白嫖 一听自家吃饭还得收费 两人赶紧拍拍屁股走人 来到路上又碰到外国人 可都不会英语 但蓝胖子却是个人精 来到胖虎家 挺好标志 就成了咨询中心 虽然听不懂外国人在说啥 但用手一头乱比划 还真就歪打正着了 一通操作 都给大熊看傻了 大熊决定 找个贴纸对付胖虎 这猛兽的标志 说的不就是胖虎吗 背后嚼舌根 胖虎又不是人者 吓得两人玩命开逃 小夫正在等马拉松选手 休闲等来了逃命的大熊 为了对付胖虎 两人只能让贴纸显神威了 两人突然不逃了 选择跟胖虎正面刚 可胖虎忽然拐了个弯 一叙不复返 这都亏了拐弯贴纸 但胖虎绕了一圈 又杀了回来 大熊又是一张贴纸 胖虎竟变身滑冰选手 高空旋转10086度后 完美落地 可大熊还是被误伤了 给镜香家贴上医院标志 就享受起护士服镜香的呵护 小夫终于等来了马拉松选手 可选手全都拐了弯 小夫算是白等了 看着选手也来镜香家治疗了 顿感不妙的两人出门一看 难不成是因为拐弯贴纸的魔力 两人只要去撕 可胖虎又杀到了 大熊一边逃命 一边选贴纸 可就是这么巧 重点贴纸落到了胖虎身上 这下运动员 全都追着胖虎一人跑了 顿感奇怪的两人膀胱一扫 也被惊呆了 小夫没看到选手 都准备走人了 可就在此时 选手推着胖虎赶到了 小学生的体力也是刚刚的 直接领跑进了赛场 眼看胖虎就要坚持不住 蓝房子一发入魂 摘掉了贴纸 胖虎直接被踩成了肉饼 两人兴兴没闹出大事 可两人貌似忘了什么 家门口早就派成了车水马龙 家中就更夸张了 按这人数 大熊家都能奔小康了 老妈也是看到了财富密码 就连亲儿子瞎逃过饭吃 都必须要等两小时 那么小伙伴们知道 大熊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老子们 我到今天才知道 原来蝉竟是高空驻潮的卵生昆虫 这一切 还要从一群人间小可爱捕蝉说起 还让别人捕蝉大丰收 大熊猖狂大笑 小孩子在此玩捕蝉这种幼稚游戏 可现实去给大熊一击重拳 并不是大熊不爱捕蝉 只是大熊人怂技术差 跟那些高配顶配的情侣配 完全没有可比性 于是大熊突发奇想 竟自己做了一个巢穴 将它放在了树上 希望有蝉可以在这里生活 让它实现捕蝉自由 这番大开脑洞的想法 成功点到了小富的笑穴 也不知道是说大熊机灵呢 还真说他笨 毕竟在幼儿园就曾学过 蝉是在土里长大的 小富决定将大熊正儿八行的脑洞 告知天下 让它成为笑柄 可下一秒 小富就表演起单腿独立的神迹 因为蓝胖子用截止不动枪困住了小富 希望利用这段时间想住对策 蓝胖子拿出配合说谎枪 大熊都惊呆了 虽然小富很过分 也不至于灭口吧 为了让大熊可以快速理解道具的功效 蓝胖子指着头上的猫说是狗 大熊知道自己傻 但也没傻到猫狗不分呢 于是他抱着猫决定问问路人 大熊刚找到春夫 蓝胖子一枪 就让春夫给出了狗的回答 大熊继续找人 蓝胖子再一枪 就让路人甲也可以出了狗的回答 大熊认为猫的叫声怎么不会骗人吧 蓝胖子一枪后 这下就连大熊自己都怀疑自己魔证了 但真相却是 只要被这杆枪击中 幻化就会变成真实 这就是蓝胖子 轻微幻化击破幻化的对策 他将小夫放走 就在小夫准备拆散静香跟大熊时 大熊在背后放了冷枪 结果小夫被疯狂打脸 静香表示 你没事吧 幼儿园的人都知道 蝉会在树上住巢哟 结果说你一名儿子小哥 怎么能斗过250斤的胖子呢 不信心的小夫又找到胖虎求证 可在大熊的一发冷枪后 胖虎给出了跟静香一样的答案 不介意用铁拳求小夫 什么叫反派死于话多 小夫哭着回到家 哭诉让外面的人都疯了 他们竟然说蝉是助巢卵生灰虫 大熊一发冷枪 父母妈一把堵住亲儿子的嘴 生怕这娃出去坑娘 随后便讲起了蝉的一声 蝉的父母相爱时 便会在树上助巢 而后两重轮流浮卵 无论风吹雨淋 只为能够将自己的孩子 带到这个世界上 这波伤害打得如此精准 小夫又搅想 都知道是大熊两人在背后捣鬼 看到小夫依然一副挨打没人蓝的嘴脸 蓝方的决定使出必杀技 他编造出将蝉当作宠物来养的谎话 小夫信不信不重要 只要让其他人相信 就能打赢这场仗 所以等小夫来到街上时 就看到蝉不仅会走钢丝 滚圆球之类的杂技 甚至都会开口说话 边起了相声 跟别人的换生效益相比 小夫心爱的三观都快溢出屏幕了 于是小夫在树上发着箱子 希望千年确认蝉是否会来助潮 当大熊两人找将戏做足 给蝉也催眠了 小夫都惊呆了 原来错的一直都是自己 而记录蝉宝宝一家的观察日记 据说 小夫是要当成暑假作业提交的呢 估计那时 小夫的三观还会再碎一次吧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在未来世界 只需要一款喷雾 就可以任意改变物体的形状 比如把作业变成三明治 诗获表示再也不怕学习了 然而大熊却因为手滑 把自己变成了螃蟹 还差点被胖虎煮了原地生天 最近小夫弄了本螃蟹途径 指着上面的螃蟹表示 我一顿不吃帝王蟹就前列腺发炎 还不忘嘲讽那些吃不起螃蟹的 会前列腺肥大 听闻此话 大熊表示螃蟹在我家那都是小零食 胖虎顿时开启了惊讶特效 表示今晚要去大熊家蹭饭 吓得大熊放学就杀到了海鲜摊 好家伙 一头至少小一万 于是他请出小多拉 希望他无中生谢 而小多拉手中恰巧有一款 可以改变外形的喷雾 比如眼前的这个东西 目前还是个钻饼刀 但只要心中想着铜锣烧 接着一喷就会成为铜锣烧 虽然外形有了改变 但本质其实还是个钻饼刀 因为这个铜锣烧真的会消迁 而对于苦于学习的赤货来说 只要把书本变成三明治形状 那学习起来都飘着香气 于是大熊拿出一盘蟹肉 想将它变成帝王蟹大餐 蒙混过关 其料两人一个手划 不慎将喷雾掉在地上 喷出大量气体 带毒气飘飘的烟雾散去 两只螃蟹精的说都不会化了 本以为用还原喷雾就可以再世为人 其料大长手竟有死角 小多拉使出干饭的镜 也没能摸到口袋 就在这时 老妈来到了厨房 本以为母子俩有心灵感应 老妈会一秒认出亲儿子 没想到在对视了两秒后 老妈抡起扫帚就往两人脑袋上砸 吓得两人一脚地板油 直接后门逃生 要不是腿都跑得快 估计就被拍成全身骨折 然而他们刚逃出家门 就被一双大手拎了起来 胖虎二话不说原地 决定今晚吃螃蟹大餐 要不是小多拉看着就像有毒 估计就会跟大熊一起被煮了 胖虎拎着大熊回到家中 表示这是财大气粗的大熊馈赠之物 虎妈顿时高兴坏了 让胖虎将其扔进桶里准备煮了 自己则烧起了开水 大熊顿时整个人都惊呆了 迈着炫动大长腿 小多拉主动出手 刀了胖虎加狗子的屁股 疼得狗子在房间内一顿撒欢打野 小多拉则趁机救出大熊 带着他疯狂逃命 接下来两人准备找到熟人 然后拜托他帮忙拿出还原喷雾 好巧不巧 小夫日常遛车 远远就看到两只摆出战斗姿态的螃蟹 于是他二话不说放下跑车 一脚地板油就要佛挡杀佛 起料两人反手抓住车板 紧接一招对脸杀 不仅干翻了小夫 还成功劫走了他的限量跑车 两人最后的希望目前只有静香了 然而当他们找到静香时 静香却熬得一嗓子直接开溜 大熊这才想起来静香最怕的就是螃蟹 然而静香躲过了螃蟹双煞 却不曾想家中竟还有头 Hello Kitty小可爱 吓得他顿时开启了紫脸特效 原来动物园在转运狮子时不幸被他逃脱 眼看狮子要把静香当午餐肉 大熊两人驾着超跑直接对到了狮子脸上 只见大熊变身托尼老师 一套丝滑的席茧吹后 就连狮子都被自己摔倒 直接被自己的盛世美颜迷晕了过去 静香将救命恩人带回家中 可锋利的钳子根本无法写出名字 于是大熊只能施展出他的独门绝学芳花生 可静香只当他是出身杂技团 大熊只好在表演起剪纸艺术 这么圆的大脑袋 就算静香觉得不可思议也知道了两人的真身 只见两只螃蟹相拥而起 下一秒 在静香的助攻下 两人终于重新做起了人 当了一天的螃蟹 两人想回家干饭 然而老妈却做了一道特殊的料理 帝王蟹奢华套餐 成功勾起了两人差点被煮了的恐怖回忆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蓝胖子一声令下 身高还不到两米的大熊 使出吃奶的利息 缓缓跑过50米的终点 好家伙 18秒9 这速度慢的都不能入选国家队 更不要说明天的体育测试了 这简直就是世界上最慢的男人 可大熊一块闹三球人 蓝胖子扛不住大熊的厚颜无耻 只要拿出NS徽章 小伙伴们都玩过系列十吧 这徽章的原理就是同级相斥 一级相吸 只要把同级徽章踢到身上 两人就会相斥 但只要换成一级 就会发生美妙的化学反应 来个让人小脸躁热的喃喃相吸 这波爱的力量让大熊毛色盾开 万一级徽章踢在树上 然后跑到起点 再给自己踢上S级 利用道具的歪点子 大熊绝对称得上天才 大熊起跑的同时踢上徽章 吸力让大熊跑得游刃有余 还没等蓝胖子阻止 因为吸力过强 大熊跟大树来了个亲密接触 这种感觉简直让大熊痛不生育 第二天 大熊考察场地后 来到教学楼旁 贴了满满一抢S 为了不再发生意外 大熊有了一个好点子 测试终于开始了 一米高的大高个 跑出了8秒3的好成绩 这个都亏了 脚下的这双红星尔克 比干胖虎人很胖 可却是个灵活的胖子 跑出了7秒8 终于轮到大熊登场了 有了吸力的加持 大熊向开了外挂 眼看要到终点 大熊扯销徽章 稳稳停在了终点处 这速度给学霸都惊呆了 50米只用了5秒3 要知道 常人的世界记录才5秒56呢 大熊倒淡定得很 没什么啦 正常发挥啦 还成功得到了 运动会接力跑的名额 小夫觉得大熊觉得有猫腻 却被胖虎直接甩飞 胖虎难得通行打理一次 只要能赢 手段啥的算个啥 放学回到家 大熊迫不及待 把吸血告诉给蓝胖子 可蓝胖子就给了大熊当头一棒 因为接力赛的跑道不是直线 规章完全没法用啊 晚上两人来到学校 开始考察地形 蓝胖子让大熊自己跑 这不是让大熊自寻死路吗 大熊可不会原地等死 在球门上踢上S级 再在下个拐角踢上N级 接下来的直舰前方踢上S级 最后的拐角再踢上N级 一个循环就完成了 大熊决定来场实战演习 首先给自己踢上N级 然后在拐角处本级换成S级 同理 让自己一直保持着 N级与S级的转换 一圈跑下来 200米只用了12秒8 这下稳了 只有在用歪点子时 大熊智商永远在线 第二天的运动会终于来了 经过其他比赛的预热 终于迎来了最后的班级接力 现在的比分相同 就靠接力定胜负了 两方的战队火药味十足 直隐有了大熊这个秘密武器 一声领下 比赛开始 第一棒的小夫不负众望 跑到了第三位 学霸则保持一贯的沉稳 依然稳追在第三位 把接力棒交给胖虎 接下来就给大熊创造奇迹了 可大熊膀胱一扫 我得乖乖 贴好的徽章全没了 大熊只能改变战策 要把徽章贴到第一名身后 靠着难难相惜取得胜利 大熊贴好徽章 谁知胖虎竟追到了第一 大熊只能先靠自己 在被追上的那一刻 贴上徽章 勇猛追赶 眼看就要追上 大熊准备摘下自己的徽章 可大熊一个手滑 徽章落到了后方 大熊变成了原地踏步 抱着球不放 自顾自的玩起了谈谈乐 那么小伙伴们的50米的记录 都是多少呢 大熊变成了原地踏步